民国大事纪 1942年 1月1日中 美、英、苏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共同宣言 1942年元旦 在华盛顿发表的联合国宣言 由英、美、苏、中四国领衔 7月26个国家相继加盟 1月2日中国战区设立 蒋介石任总司令 史迪威任参谋长 2月 2月10日蒋介石会晤尼赫鲁 劝其暂放弃与英政治争执 集中力量对日作战 2月14日日军在河北定县有防镇释放属一军 2月17日蒋介石在印度加尔格达会晤 印度伊斯兰教领袖珍娜 2月18日蒋介石在加尔格达会晤甘地 游说印度早日加入对日作战行战 暂时放弃与英国的政治争执 但甘地仍坚持不合作主义 不愿加入反侵略同盟 2月下旬中国远征军入面作战 3月 3月2日蒋介石在缅甸 蜡树与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 魏菲商讨中英协防缅甸事宜 3月8日史迪威正式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职 民国大事继赴1942年 图围蒋介石左、宋美林中 史迪威又在重庆合影 3月13日东条英基赴南京物汪精卫 民国大事继赴1942年 日本首相东条英基于1942年3月13日 辅南京物汪精卫 商讨对英美作战事宜 中立者为陈公博 3月14日中航DC自一市非基欧昆明 非重庆途中失事 英军事代表团团长邓尼斯等17人罹难 4月 4月8日美运书基首次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 4月16日40万华工赶住中印公路 中国断大步已完成 4月19日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三巴士 在市长孙立仁指挥下 以布满千人的部队 击溃缅北仁安枪地区数倍于己的日军 解救了近十倍于己的被日军围困数日的营军 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民国大事继赴1942年 中国军队进入缅甸 1941年12月底 中国组成远征军 4年3月入缅作战 4月中旬 日军侵占缅甸北部的仁安枪 英军被困 中国远征军一步持远 激战两昼夜 克服仁安枪 解救了7000余名英军和数百名记者 教士 普为或救英军与中国军队会合后退入印度 4月26日下午20时分 辽宁本西湖煤矿发生瓦斯爆炸 一小时后 煤矿的日本管理人员到达矿区 认为市井下发生火灾 为使煤矿减少损失 静下令地面扇风机停止送风 井下还有一个日本人上野剑二 救护人员下井后 对还没有死亡的中国矿工置之不理 井将上野救出 上野为唯一的生还者 中国矿工被炸死 烧死 闷死的人数 井日本人承认就达1493名 这次瓦斯爆炸 是世界煤矿工业史上最惨酷的灾难 4月29日日军占领蜡树 中国军队退至晚丁 中缅交通断绝 5月 5月1日日军5万人对击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嘉林召集文艺工作者八十余人座谈 2日和23日 毛泽东道会讲话 后盖括为在延恩恶意座谈会上的讲话 5月25日巴陆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辽县指挥部队掩护总部机关突围作战时 被敌炮弹击中殉国 年仅37岁 5月26日中国远征军第三武林市市长戴安兰于本月18日在缅北遭日军伏击 身负重伤 本日在毛邦不治 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将军病逝 中年64岁 6月 6月2日外长宋子文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订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 美承诺给予中国政府军事援助 6月29日史迪威受任为驻印军司令长官 罗卓英为副司令长官 7月 7月1日日军东从杭州地区西从南昌地区两路重兵在江西横峰地区会师 打通了这杆铁路 7月4日陈纳德的飞虎队编入美国空军 陈纳德被任命为美驻华空军副司令 在中国参战的美军军机通过参战败款及派遣军政人员来华 美国逐步取代了其他列强在中国的影响力 7月20日罗斯福派距离飞抵重庆 次日其与蒋介石会谈14次 会谈中 蒋介石多次要求撤换史迪威 8月 8月3日负面殿作战的中国远征军退入印度列多 8月20日巴西宣布放弃在华特权 8月26日中国远征军在印度兰姆加开始整讯 9月 9月1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财大司逮捕共产党人 公约160余人被捕入狱 被捕的陈谈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后来被秘密处决 9月21日上月从昆明入印的中国军队在兰姆加训练营受训 10月、10月2日美总统私人代表威尔基底重庆与蒋介石会晤 10月5日周恩来在重庆会晤威尔基 10月6日蒋介石告诉威尔基 东北、台湾及中国领土 战后必须收回 与顺军港 可由中美共同使用 10月10日在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英美两国同时宣布放弃在华特权 10月27日加拿大、挪威、荷兰、阿根廷放弃在华特权 令与我国会商新约 11月 11月3日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在重庆会晤讲解时 将他日前与英国驻英军总司令为菲尔磋商的反攻缅甸计划向讲汇报 11月17日比利时通知中国愿放弃比在华特权 12月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 做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 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此后 各根据地展开了大生产运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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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